王子请出场 欢迎 欢迎 你好 帅气 这个更像的艺术家 比刚刚那位蒋林肯先生还像 蒋林肯先生 怎么变成四个字了 蒋林肯哪里有四个字啊 蒋林肯 没有林肯姓蒋 变父亲 好 你是从事这个木工设计 对 木工 这个跟学校学的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所以你是半路出家 对 对不对 怎么开始 因为其实以前在学校 室内设计 但是还是对设计这方面有爱好 然后后来出社会之后做工作 然后就觉得 其实把一个东西从无到有 然后把想法实现做出来 那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 所以就开始慢慢 所以在那个之前 本来都是纸上谈兵 可以 对不对 后来你就变成一条龙 实际操作 从画到做 通通自己可以一手包了 对 所以你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 有花很多时间吗 其实带我进这行是那个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那木工歌手陈思伟 是什么 木工歌手陈思伟 因为我们年纪差不多 所以是刚开始算是他带我去 针路木工这行 所以那时候是你自己想要 自己动手 还是人家鼓励你 所以你自己来试试看嘛 那时候是因为要装潢我家 所以就一起做 然后做了就有兴趣 就之后就自己出去 也帮别人一起做 所以你家是你自己装潢的 对 那很有成就感 那你现在都是这样子吗 就是从画到这个执行 操作都是你自己可以一手包办 对 这很好玩耶 对啊 你每一个案子 其实对你来讲 是一个很投入的游戏 对不对 做完之后 超开心的 好了 这个又能画 又能自己动手的设计师 太厉害了 来自我介绍一下 请 大家好 我叫刘仁明 今年34岁 189公分80公斤 然后金牛座A型 那 2014的愿望 没错 接得好 接得好 奉仁一世的愿望 希望可以找一个女朋友 跟我一起去巴黎铁塔前面 喝咖啡 喝咖啡 巴黎铁塔前面喝咖啡 那你没有咖啡厅啊 没有关系自己带啊 你是不是笨蛋 因为我想说 我想告诉他实际的状况 带的Mr.Brother 那边可以怎样你知道吗 躺在那边草地那边 然后会有人 就真的是拿香槟跟杯子 你怎么那么熟啊 我去过啊 什么时候 前年还是去年 最近不是去巴黎 对 而且那边就是晚上的时候 那个灯会亮起来 超美的 反正在不同的地方 就会有浪漫的感觉 没有 重点是要跟心爱的人 跟对的人 是不是 去哪里都把巴黎铁塔 这个 王子看起来酷酷的 还是会有一点点小紧张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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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看看他的小卡片吧 小卡片 你说话 好浓的法国腔 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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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是这个女孩 因为 他的照片看起来有点像画家 哦 画家 所以意思是说 跟你的这个工作性质 有点雷同 对不对 哦 艺术家了 嗯 本人像不像呢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好 各位女生 对于王子的第一印象如何 请选择 行 行 行的行的 来 OK 来 告诉我们一下灭灯的原因好吗 灭灯的朋友 阿姨安 来 宜安要说 就是王子我觉得你很帅 然后身高也很高 身材也很好 可是可能是因为你留胡子的关系吧 我一点都不想要为你留灯 蛤 什么意思 你不喜欢留胡子 对啊 不知道什么 可能是不喜欢留胡子的男生 然后我就 好 眼泥有你 好 好 完全没办法 是 老师 谢谢 来 下一位 好直帅 我一点都不想为你留的 不要讲话那么直啦 来 小酷 王子 你好 虽然王子长得很帅 很像粗犷版的诗艺男 但是我个人比较斯文 喜欢斯文一点的男生 你喜欢斯艺男那种 斯文一点 他喜欢斯文类的 对对对对 对 所以对不起 先灭你灯 谢谢 好 来 亮灯的朋友 来 挡挡 哈啰 王子好 你好 那因为你是做木工设计师 那我是做人造石的业务 那之后 人造石 对 希望咱们可以 聚合一下对不对 对 一条龙服务 对不对 这样才 对啊 一条龙公司不分都好对不对 而且那个人造石要放上去之前 一定要有木工做自己做 对 没错 我都懂了 哇 更高档的感觉 我都懂 对 你讲讲话 对啊 艺术不回忆而已 都你讲了 因为我好像木工 对对对 我怎么什么都知道 那个木工班的班长 对 我是班头了 好 来 润润 王子你好 因为我喜欢那种就是忧郁一点的那种 艺术家气息的男生 对 那他就有点符合那个感觉 对 我觉得蛮符合 而且又蛮成熟稳重的感觉 来 凯西 王子你好 我觉得王子的穿着非常的整个搭配 非常有品味 而且觉得王子身上散发出一种 就是可以告诉你一些 他自己过去的故事的一种感觉 就是有内涵这样 讲得很有历史感 对 你讲沧桑好不好 历史感 没有啊 这是哪一位为人 好 好 如果各位没有意见 我们来看看 来了解这位帅气的王子的生活 我平常的兴趣是画画 我会把平时对于美的事物的感动 记录在我的画作里 除了可以让我发挥对艺术的想法外 也可以让我获得心灵上的平静 另外因为我身边有一群喜欢音乐的朋友 因为他们定期会有一些表演 所以久而久之就成为了生活中很大的一个兴趣 我喜欢聪明有内涵的女生 如果今天有机会认识你 我会让你的人生充满了美丽的色彩 来啦 亮灯的 还有没有什么想法 对 有没有什么问题 来 依娃 王子你好 从你出来到现在基本上你就是蛮 就是没什么表情 可是就是笑的时候还蛮可爱的 依娃一直注意一下表情 对耶 然后我觉得你就是蛮有思想的一个人 而且在工作上应该是很认真的 王子你好 因为我是表演艺术工作者 所以平常本来就是会去看 Live的演出或者是去看展览 那我不晓得说你对于就是表演 或者是除了音乐之外 舞蹈等等这些表演 你是不是都愿意去看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其实依我对金牛座 还有刚刚王子整个整体表现 来感觉非常的严谨 所以不晓得说你对于如果 身边的女朋友伴侣犯错的时候 你的包容度是马上就会爆炸 还是说你会再给他机会 我觉得我是一个度量很大的男人 但是做错事情 我也许会跟他讲为什么会做错 然后什么地方 那我希望他不要一而再再而三 就是也许不要超过三次 我都不会生气 是OK 你严谨吗 还是有一个原则在 蛮严谨的 喜欢看表演吗 有啊 像你刚刚说的歌剧 跟舞台剧演唱会 然后音乐剧钢琴这些 我都会去看 好 还有润润 王子不好意思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会很大男人吗 某些地方会 某些地方 其实应该是说生活各方面 我都有自己的足见 然后应该都是大男人 但是如果你讲出来的理由 我觉得合理 然后也适合你跟我或我们 我就会接受 我就会用你的做法 对 好 刚才小红帽有举手对吗 对 八比一 王子你好 请问你会运动吗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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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会啊 做什么运动 运动也蛮多的 就是 打篮球啊 滑水冲浪 滑水 滑水怎么滑 就是前面一个船 有一块板子啊 滑水冲浪这个都比较 我以为是一直这样滑水 这也是一种运动啊 这个垫手臂会很壮耶 爷们儿 赞 好土喔 好了 好了 还有问题吗 各位如果没有问题 有 依娃还有问题 我想请问你 跟你前女友还有联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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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会最危险的提问又出现了 以往提到前女友的王子 都惨遭滑铁卢啊 稳重机制的木工王子 会为自己解除危机 还是失败收场呢